Pypro 2022开箱 配件也要全套配齐 我的是ETB储存5G网络版 内存直接从8G翻倍到16G 现在也变成这种环保拉条了 丝模仪式感 又有个宝子 当当当哇 呼呼 这里还是可以简单体验下丝模的仪式感 惊喜的是还保留赠送充电头跟线 而且这次线换成了编织材料的 喜欢 Oh my god 这银白色的颜值也太太太好看了 我以为宝子们充白色准没错 背面现在印着iPad Pro次养 简单的开机激活一下 我的是5G插卡版 以后带出门就不用到处找WiFi 已经是画画的生产力工具 当然又先下载个Proper 不得不说这5G网速下的真低快 一眨眼就笑好了 iPad都买了 保护壳肯定也不能少 我这个是官网同款磁吸超薄保护壳 表面有种类服材质感 摸起来很舒服 黑色的也很百搭 后期可以在第一点贴纸装饰一下 额点也很稳固 平时画画也能当支架使用 接下来就是类质膜 我选择的是磁吸类质膜 原因是画画看具两部 方便拆线 还不用担心贴膜技术不好 有气泡的问题 强烈推荐 不过缺点就是比较贵一些 磁吸的很稳固 滑动不会脱落 透光度贴了跟没贴对比一下 可以说很接近落屏效果了 最后出于性价比考虑 入的磁吸换电容笔 吸引我的地方是外观跟原装真相 然后也是磁吸充电的 对于绝大多数刚入门的宝子 这完全够用的 省下来的钱买其他瓶贴配件还是很香的 日常说话时的流畅度没啥延迟了 可以说接近原装的 有倾斜压杆 相对比原装的压杆还是有差距的 各位宝子按需选择 对了 此次啊 Petro还新增了选听功能 对于画画来说太有用了 可以提前知道画笔大小和效果等 给个大大的赞 好了我要继续体验attach了 觉得有用的记得给个三连支持一下